汽机车使用牌照税从4月1号起开征,缴纳期限到4月30号截止 提醒民众,每预期两天将会加征1%的质纳金 所以务必要在期限内缴款,以免受罚 2019汽机车使用牌照税已经从4月1号起开征,缴纳期限到4月30号截止 提醒民众,如果预期缴纳,每预期两天将加征1%质纳金,最高到15% 所以民众收到缴款书后,应尽速缴纳,以免预期缴纳被加征制纳金 另外纳税人的车辆如果遗失,却未完成警察机关报案手续 仍是同车辆没有遗失,每年还是必须缴纳使用牌照税 而为了民众方便缴税,目前提供的缴税管道相当多元 除了可以到代收税款的金融机构,以及便利商店缴纳外 也可以透过自动会员机、电话语音、忘记网路整账缴纳税款 或是利用行动支付APP扫描QR Code线上缴税 同时也可以登入地方税、网路申报作业网站,直接线上查缴税款 而税额在新台币2万元以下的纳税人 还可以在开征期间到统一全家莱尔富与OK等便利商店的多媒体资讯机 输入车号及身份证字号,直接利用缴纳单之后,在柜台缴纳 记者身边这门奇艺新店采访报道 谢谢订阅 谢谢 Ai